Hello 大家好 我叫Sunny 今天全素颜没有画一点妆 我想给自己记录一下我的染头发的历程 然后顺便安利两个超好用的洗头水给你们 那么我就是昨天在超市里选了这一款洗头水 因为我现在的头发是 Ashy Brown 然后我觉得颜色比较浅 然后我就想换一个自然点的颜色 然后再加上我那个黑色头发已经长出一大截了 然后刚好也是需要染头发的 所以我就打算为大家做一下这个视频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 里面有一个这个 一个MUKE 然后还有这个颜色的这种像牙膏一样的东西 这两个东西挤在一起就可以用了 然后还有一个Color Conditioner 然后按头发之后用 然后再加上两个手套 我觉得它不好的就是 我之前用那个湿滑扣 它有一个容器 你把东西挤到那个容器里面 你直接可以在这个头发上用了 它这个就不行 你还得自己找一个找一个碗 然后挤在里面 拿刷子刷上去 刷子还要自己找一下 就觉得特别不方便 那么好吧 我们先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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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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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的洗头水 我平时很少看到人推荐 但是这个洗头水 我已经用了两瓶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我的头发呢 是属于 中性偏油吧 然后一般是两三天 洗一次头 然后这个洗头水洗完之后 一点也不干 洗得很干净 泡泡也很丰富 然后它不会 它洗完之后就是头发就是泡泡的 然后有一点那种空气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特别好 而且它这个pH值5.5是弱酸性 就是很符合人本身的皮肤的酸碱度 因为人的皮肤也就是5到6之间嘛 然后它这个就完全符合 所以是非常健康的一款洗头水 可以长期使用的 在超市里面呢 嗯 我是在超市里买到的 我不知道大家超市里是不是有这款 当然这个网上应该也可以买到的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挤出来这个颜色 是 无色透明的 我用的另外一个 也是无色透明 它好像都是无色透明的 这种洗头水 然后泡泡非常非常丰富 然后第二款就是这个 这个 Christopher Robin的 这个我是看非常非常多人推荐 然后我就去网上买了一下 然后 我也是觉得这个非常好用 而且很省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买了 我已经买了一年了 我不是天天用 我可能一两个星期用一次两次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现在才用了一半 非常省 而且只要用量一点点 一个手指头 这么点就好了 然后 洗得非常非常干净 就说 号称就是清洁头皮的 然后可以让头皮减少油脂的溢出 啊 然后就觉得 挺好用的 我觉得 头发比较油的桶子们 可以去试一下 啊 那么头发比较干的 我可能 你要多做一下资料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 有人说 用了之后 脱发比较严重 然后我是没有这个现象了 我脱发本身就很多 嗯 然后它再怎么掉 我也感觉不太到的 嗯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